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现在是下午2点50分 今天台北股市上涨37点 成交量依然是2500亿左右 但是今天最重要是今天的收盘 创了8天的新高点 这个8天的新高点代表的含义是非常重大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去解析 马上为投资朋友做分析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指数 今天的指数涨了37点左右 那成交量2519亿 那这个礼拜大概成交量都在这里 不管涨跟跌整理都一样 甩来甩去还是2500亿的量能 当然最重要是外资 还是有些外资他要去过夜探解 没办法的事情 那外资来讲其实对台股 其实还是有在买卖 好像昨天买了100亿 那今天的单三点以后才会出来 不过就是说这里的量能来讲的话呢 其实维持在这目前来讲 对大盘并不是说一个非异常的量 但最重要是这个礼拜过后的大盘怎么走 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来讲 我们就美国股市跟各位同学做一个重要分析 就说美国股市来讲的话呢 在这里来讲 要留意一下美国股市会不会是拖累台股 那幸好我们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表现的还是 还好了至少能够有止跌 你看盗雄来讲一根长黑 已经把这个往下跌的趋势至少能够缓一些 能够缓一些 那NASDA指数来讲的话呢 在如果昨天没有涨这个360点 他的整个状况来讲 这个低点的位置已经比前波F1低 这边宣告以后已经破了之前的一个低点 所以表现相对就比较好差一点 然后如果真的在往下的话 对台股一定百分之百有影响 那会半指数呢其实相对来讲又回到一个新高的一个部分 新高的部分 整个均线又重新站上去 所以代表说会成半导比指数在这里来讲算一个高档震荡整理的格局 那台湾股市来讲的话其实就今天的收盘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相对的漂亮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虽然今天很多的个股都是开高走低 真的是尤其是低润的个股你看2408的蓝亚科 真的是 也不要说 杀到黑啦你看是开79.5 然后收76.3 76.3 来回快差4%到5% 低润我们都知道美光他看好低润的前景 整体来讲的话呢是 昨天美光涨了10%嘛 所以今天一开盘 我想很多人都会去追低润的个股 好那今天来讲你看短线来讲还是玩这种 开高走低利多短线出货的一个 一个仇一个状况 但DJ来讲的话蓝亚科来讲 其实法人相对的也没有看很差 这里呢其实在做一个一个高档震荡整理的格局了 所以说这里你要操作来讲这种震荡 整理格局一定是低买高卖好不是是追高 去追高的过程当中往往都会做一个小套 做一个小套 当然这个大盘呢还是会往上走 你今天被套住的也不用太担心 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个盘呢其实 以大盘目前看的话台股真的非常强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股要怎么去看 我们碰到一些 各位看了就很清楚了 今天收盘是17826点 17826 我们看我网维看这一天 12 1234567 你看一样 17826点 10月10号的收盘 17826到今天也是17826 这中间8天的时间 1234567 这8天的时间经历了一个FED的升息 FED呢在明年来讲呢要确定加速整个QE的退场 在明年来讲大概应该100%确定了会升息3码 现在大家有个预期说啊Omicron的病情在美国是越来越严重 美国现在感染的新冠疫情的整个 病毒的分析65%以上都是Omicron 那欧洲其实目前来讲也感染的非常严重 中国大陆目前的案例也持续增加 这就我们台湾最厉害 我们台湾最厉害 那这里来讲的话呢 其实就 FED我个人觉得不会因为Omicron而把整个 货币政策又做修正了 不会了应该不会了 所以这里来讲 第1个我们在这8天的时间来讲 以今天的缩盘 创了 这8天的高点又来到1786 第1个 利空的一个讯息 就是对FED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消化完毕 第2个来讲的话 当然最近来讲的话 新冠疫情还是非常严重 尤其在欧美的国家 因为大家对口罩来讲 大家没有那么的有兴趣去戴 甚至于人家打疫苗都不打了 趁武强迫打疫苗还要去 上街去抗疫 那我们台湾来讲 因为大家来讲 戴口罩都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了 所以台湾来讲的话只要境外防护做得好 那台湾本土的案例其实 已经一两个月都没有再增加 所以台湾其实以目前的防疫的模式 其实对病情的整个的控制是非常好的 再加上我们国人百分之应该是60以上都是打了两剂了 已经打了两剂 所以这里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台北股市今天来讲的话 创了8天的新高代表说 已经把FED的整个的 升息的明年三马的预期及新冠的病情 整个都已经消化完了 所以在这里来讲 只要美国股市不要出现急错 短线的急错的话 我个人认为 接下来在台北股市 在明下个礼拜 外资放假完以后呢 只要量增往上 最好能够增到3500以上 变成一个常态量的话 3500到4000亿呢 这个盘直接攻到18034 直接就会攻上去 就会攻上去了 当然你会想说 你会问说那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族群 什么样的股票 会把这个大盘带上去 大盘带上去 当然如果说以重量型来讲 当然是货柜山雄 还有半导体 半导体 半导体 你可以包括半导体制造 半导体IC设计 这一块非常的大的一个 庞大的那短线上来讲 我们看了之后 近期的大力光非常的强势 非常的强势 频频在创新高 所以大力光来讲的话能够涨也带领了一些比较 重要的像4915 的49 49 细利KY 4916吧 还是4961吧 4961 天宇 细利KY 那个代号常常背不起来 得整个高价股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整体来讲的话呢 整个盘是 我的看法是相对的越来越看越乐观 越看越乐观 那当然在乐观之余最重要是 要买对族群才能够赚钱 那整个全市股来讲的话呢 其实大概 第一个大家可以 要注意的 当然就是半导体 半导体 那今天来讲的话呢 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当冲降税 又会再延三年 那当中又会再延三年来讲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 举措对台北股市绝对是一个正面的 正面的 虽然说做当冲真的能够赚钱吗 其实 以我过去在券商的经验 我们的客人 整体 当然有些客人还是蛮厉害的 整体来讲的话呢 赚钱的几率真的 整体好像每个月我们都会结个账 其实每个月都是赔钱的 整体的客人做当冲都是赔钱的 不知道赔家可能会赚钱 我也不晓得 但是 我每个月看报表 因为那时候在经济部门 每个月看报表都是在赔钱 都是在赔钱 所以说其实当冲来讲的话 其实应该做一个相对避险的工具 比如说 但是如果说你真正的 你要用当冲来赚钱的话 做比较相对的五本生意 你还是要在股市要有一些经验只会比较好一点 那因为我们现在每天的成交量 40% 左右的成交量 都是靠当冲出来的 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当冲的话 那个量会说的很厉害 那只要没量 那这个价 绝对出不来 所以这几年来讲的话 当冲减半来讲 其实对 整个台北股市的价格的往上提升 绝对是注意的 注意的 那既然能延三年接下来真的要拿掉 真的机会不大了 真的机会不大 因为在涨 大家在舍不得吗 而且政府税收也这么多 政府的税收光当冲的税收 拿了快550亿 这个今年 550亿 你看他今年来讲的话税收2538亿 政教税收 投资朋友 做庄家的 他都不做什么事情 我们每天这样交易的过程当中 政府的税收是2538亿 所以说股价 股票操作来讲的话 你如果做的 做当冲来讲的话 你真的那么短的时间要判断股价的涨跟跌 真的不太容易 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不过这个这个措施对整体的大盘还是相对有利的 有利的 那今天看最好就讲这一件 大摩又在唱衰了啦 其实大摩对半导体其实也唱衰很多次了 像之前的DRAM的部分 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之前的DRAM 我们看他的过去的整个的 判断的对与错 像2344的华邦店 我记得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看衰华邦店 我记得在这28 29块的时候 27 然后有的他有跌啦真的是你看这个跳龙缺口是他造成的 那跌到最低跌到23 你看后来也涨到这里从23涨到33 也过了他自己嫖章的低点 那时候他华邦店看20 我记得看20块吧 看20块你看 那后来没有跌到20块啊 两只脚一倒我就这一波的波段往上大涨 因为毕竟人家今年断3块多 明年估计也可以断3块多啊 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呢 就是2337 的旺宏 旺宏你看 赵老板吴炳球都出来喊话了 都出来跟外资对了 所以说这一次来讲的话呢 他又对整个半导体不是对低润 被低润 做整个的调降 那我们来看这一篇的内容 他说 2022年的上半年的连成长幅度将大幅收敛 可能只剩7.7% 整体来讲的话 目前 整个半导体的整个成长 我们讲整个成长 其实是大概是估8%到9% 所以他估7.7% 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就晶圆代工来讲的话 晶圆代工我讲代工这个领域 大概会成长12% 12% 那联电他自己来讲 评估他明年的成长性 就成长来讲会比平均的 晶圆代工的成长还高 那一般的法人 评估明年 联电跟今年的 营收的成长 大概会落在15%到20% 那其实2021年来讲 成长16% 没有那么低 差不多20左右 整体的半导体成长 26% 26 26 所以说你去看那个联电的 获利的大幅增加就很清楚 绝对不会有16 所以这个数字他就错了 他光这个数字就错了 这个数字就错了 所以说 只剩7.7 其实真的没那么少 真的没那么少 所以这两个数字其实 就我看过的资料他真的最不准的 他们最不准的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就觉得 这个数字来讲 觉得不太准 但是 我们看他的逻辑 去年成长16% 假设他是真的 今年成长7.7% 那我请问投资朋友 如果说以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 以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 我请问 还是有成长吗 对不对 还是有成长吗 那如果有成长的话 以股价来讲的话 应该要涨才对啊 只是涨不多而已啊 是不是要这样看 你说 你说获利衰退 你说 变成minus的话 那当然股价会跌啊 但是如果说有成长的话 那股价至少有个区间应该还在吧 对不对 区间还在吧 好那另外来讲 他涨第2个 主要应用市场 才对手机PC跟电视领域 所当其冲 问题是现在来讲 其实以手机来讲 明年 其实很多的报告 明年就智慧型手机来讲 跟今年的智慧手机 跟去年比是成长 但是成长不如预期那么强 好不如预期那么强 那中国大陆正面的手机 大家看明年第1季来讲的话 会衰退20% 之前 我也跟你报告过了 但是整体的智慧手机 就目前法人我看过的报告 都会比今年还是成长的 所以这个他就拿掉了 对不对 那PC来讲的话 大概 持平 或小幅衰退 真的PC来讲的话 动能真的没那么强 因为今年的机器真的太高了 这是事实 电视来讲 其实最坏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出来 面板的价格 是不是已经慢慢在 往下跌的价格 已经没那么快了 12月份已经跌不到1%左右而已 所以这里来讲 那等于说代表说需求已经慢慢再起来了 最坏的状况也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他 这三个论点来讲什么首当其冲 什么都衰退 这个不对的 至少我跟你保证手机一定叫今年还是成长 这个我跟各位报告的手机一定还是成长的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也是不对 然后产电 车用晶片短缺的情绪 在马来西亚单一共产护典之后将准备输解 经验厂产能陆续扩张 半导体修正明年上半年面临库存 什么IC设计 什么大幅修正 逻辑经验厂先入通货紧缩 这里你看今天 新唐说他MCU还要涨价 联电说他三月份 明年三月份还要涨价 大家都说他涨价 这只有大摩说他要跌 就大摩说他要跌 但他 讲的他毕竟他是一个很大的投资银行 全世界有名的投资银行 所以说这里来讲你当然要尊重他讲的话 但是他讲也不一定都对 明年如果说电动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如果元宇宙刚开始是元宇宙元年的话 那我请问你电动车的制程 很多的除了中央控制系统以外 就是自动驾驶中央控制系统以外 很多的电动车的 所需的半导体的晶片都是用 成熟制程在操作 所以说为什么联电他能够 赶涨价格的原因 也是在这里 也是在这里 所以说这篇报告来讲的话 其实 很多其实看起来很多的缺陷 很多的缺陷 我整个 投资朋友报告很多缺陷 那今天相关的半导体个股 当然最重要是 联电 你看2303的联电 联电我之前跟各位报告的联电要注意什么 联电要注意要能不能过时日线 今天已经过时日线 有没有 今天你看他是用跳空的方式过时日线 你看他今天的最低63.3 刚好就是在时日线 现在时日线已经来到了62.95 所以他已经越过了时日线 这个虽然他在往下降 但是我说时日线是一个他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要过能够过时线 你要特别留意 你要特别留意 那目前他所面对的当然就是这条月线的压力 64.08 64.08 那这里来讲的话就是 中芯半导体听说要被制裁 结果当天来讲开高走低 你看这根黑黑吧也慢慢要供上去了 那中芯会不会被制裁 目前 确定是短线是不会了 尤其在成熟制成的部分 但是美国来讲还是会密切 注意他的发展 反正他只要不要冒出牙 一冒出牙美国一定砍他了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你是中芯的客人来讲的话 你也想说 美国时不时都要对他做什么制裁 做什么这样状况的话 我如果说我能够转到连电 转到台积电 转到粒基电的话 或者转到世界先进的话 我转的话 至少我心里会安心一点吧 如果你是中芯的客人你会不会这样想 所以说只要这个 割搭存在的话呢 其实对联电对粒基电来讲 对这些成熟公司 成熟制成的公司都是一些好事情 当然你说最近来讲法人为什么会在这边卖 你问我我也真的搞不清楚 也许他是就投信来讲 他想说反正我看联电也不会涨 我联电不会涨我就卖掉 我就可能换其他的个股 那也许在这里他可能要杀其他的投信 不然你说投信来讲的话 卖在这里讲的话真的是 意义不大了 你看他卖这里 卖这里这根 卖在从63 卖到62.9 还有这一根 这两根卖的最多的都是一万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状况在出 整个 他 部位的在清仓 你看 这个他卖62.7 但是今天已经收盘多少 63.7 你看 因为这个以投信来讲这边 的卖你看外资这个卖多少 这个卖还相对比较高一点 65.7 到64 这里还没越过去对不对 但是这里来讲 以外资这里卖的话都是卖在相对低点的位置 所以说法人来讲的话其实也不会看到 那你看到MACD是不是在缩缴了 而且这个KD已经开始 在20以上低点 这样突然这样拉上去 有没有 KD告诉你其实股价可能又蠢蠢欲动了 蠢蠢欲动了 所以说联电来讲的话 如果 这个修完价以后 如果照我预期的 这个大盘 要出量往上涨的过程当中联电绝对不会出息 绝对不会缺息 联电一定会在的 联电一定会在的 所以说你不用太担心 只有你有联电的真的不用太担心 联电一定会在的 那另外来讲 今天的半导体 比如说49 49 4919吧 你看新唐新唐今天就留一个非常大的上限 他说要涨价对不对 今天来讲你看很多个股今天都这样 他盘中最高攻到涨停板 你看最高来到153就这里 马上啪就直接攻到涨停板 后来有拉了一升上去 但是后来你看直接直接从 5000当到4万多张 所以这当然就是当充嘛 当充造成的结果嘛 但是也没办法 但是你看得出来他的股价来讲 这里来讲 从164 下来这边这边做整理的格局 其实这个线型来讲其实还没有被破坏掉 虽然今天上影线 但是短线来想要做一些整理 但是他有没有机会在涨还是有机会 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半导体的厂在那里 在日本 半导体的厂在那边 那你看2454联花科 那股价来讲其实都是高涨震荡整理 也没有坏掉 那台积电呢 对不对台积电相对的就比较 在季限之上做一个整理的格局 量你看今天才 9800张 对不对 你看9800张 昨天他16000 马上先跌了48左右 所以其实就台积电来讲 这里来讲就是整理 所以看外资 整个过后台积电有没有机会 但是我常跟各位报告 如果说现在要买半导体的金银带工来讲的话 我会偏向于去买联电 比较不会买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还是受制于三星的竞争 三星的竞争 所以说如果说这一波大盘要往上涨的话 我觉得半导体这些个股 不管IC设计 不管是金银带工 是不会缺席 是不会缺席 因为其实 在今年对明年的展望各大 各大投信投库 国内的 半导体一定是每一家投库都会讲说明年看好的 明年看好的 就是这一块绝对是没有缺席的 就是没有缺席的 好 那另外来讲 这是美光的重点 美光的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美光今天的重点 其实 他对后世的展望 PC客户库存调整已完成 明年非记忆体的零组件 缺帐状况将大幅改善 推升记忆体跟 储存的需求的成长 其实 记忆体这一块其实就长线来讲绝对不会差 为什么因为记忆体跟电脑的运算速度是 很相关的 你东西要算 总是要记忆体 那记忆体来讲的话 目前从DDR1 到DDR5 DDR5其实 在明年来讲的应用 尤其在事物器跟原影中 这一块 一定会慢慢的去发展起来 那整体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资料中心大量的储存 目前都是用Name Flash 你看我们每天在 整个拍摄 比如说我们在做YouTube 在整个把整个节目录完以后丢上去来讲 每天的新的内容有多大 全世界大家都在丢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其实就 整个资料中心的整个记忆体的来讲的话 他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 只是说供给的状况到底怎么去拿捏 所以说以美光来讲的话 他比较看好DDR1 到比较没有人马上看好Name Flash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 其实DDR1来讲 就国内法人的预估大概明年的DDR1 我们就以南亚科来讲 南亚科今年大概赚7块多 大概赚7块多 明年大概赚到5块钱 但是后年可以提高到8块钱 就是说DDR1在第2季他会落底以后呢 第3季开始会往上涨 涨到后年 就会涨到后年 好所以说你看到南亚科其实已经提前他已经反应了 那这一条最重要是月线不要让他跌破 你如果真的月线跌破我建议你先跑一下 就会比较好一点 站上去你要买再买 因为在这一波来讲月线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非常重要的支撑 所以说在半导体这一块来讲 其实DDR1相对来讲也是越来越好 是越来越好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全球的整个贸易的部分 全球贸易部分 第3季全球贸易量是萎缩的 是萎缩 但是在第3季虽然萎缩 我们知道贸易跟谁最有关系 货柜 但是货柜的报价来讲 为什么还能够持续创新高 很简单 疫情 塞港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货柜圣融金的表现 今天量也是说的一塌糊涂 我们讲长荣 从9万5千张的前天的量能到昨天的量到今天 5万4千张 5万4千张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你看 5万5千张变成2万9千张 好 所以这个礼拜你说这种大型股怎么涨 这真的不太容易 他知道能够维持高涨震荡他都很厉害了 有没有 他在量缩 高档整理吗他真的是在量缩高档整理 他差一个什么我之前跟各位报告了 货柜山中差的就是一个东风啊 这个东方是什么就是亮 亮了 你看到股价来讲的话其实 这波上去又虽然这边有做修正但是马上就上来了 这个黑K线 高点140 大概都在高点140以上这边做一个 比较强势的一个整理 但是量能来讲就一直萎缩一直萎缩 有没有 那刚好遇到 这个外资放假这段期间 所以没办法 量其实应该是 外资有量进了我们内置在脚那个量是可以双倍往上提升的 但是在这里来讲的话量能没办法 那这个 货柜山雄也只能在这里整理 那货柜山从这里来讲的话 其实 你说这里不可能 不可能涨吗 我请问你以目前看的话 他要下跌我们找另外方向的想法 如果说长龙要跌 会出现什么状况要跌 我们去想一想 去年 在这里跌的时候 这里的时候大家跌的时候大家是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任何利空的消息 就直接这样跌下来而已 好就这样跌下来就涨多啊就杀 杀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一波往下跌是过程当中是什么在10月初 11长假 对不对 你还记得吗 11长假连报价都还没出来股价就先跌给你看 股价就先给你看说11长假 已经会一定会那时候好像限电吧 然后说货会少很多 所以价格一定会跌所以股价先跌这一波 后来价格也没有跌有啦连续杀了三周以外 三个礼拜小跌以后开始 马上涨了三个礼拜然后开始就创历史新高一直在创 连续三个礼拜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请问这个投资朋友如果说你如果说按看基本面来看的话 你个股价 你完全看不懂了讲实在一点 因为就是就长荣来讲的话我请问投资朋友一个问题 一个公司今年赚45块明年如果赚45块的话这个公司股价多少才是合理 我想没有一个人回答的出来这个市场上也没有一个人回答的出来 在追踪货柜三周的过程当中基本面的状况其实我都掌握得非常的对 但是股价来讲波动他就是这么厉害 他可以从233跌到85.5从85.5也可以涨到149 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波动性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说你要操作货柜三周最重要的不是 看他的基本面 看他的技术现行的走势 看他技术现行的走势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我没有基本没有东西我可以讲一大堆给你听 如果说以目前 长荣的报价 目前SCFI的报价来讲的话 只要维持4800点 如果说能够维持住不用4800点 你只要维持住4500点 你每天去看看看看 每个礼拜去报价只要能够在4500点以上的话 长荣明年的活力 我给你保证50块以上绝对跑不掉 但是 景气的变化 我们在投资市场跟业内来讲还是有段距离 你没有办法去看他 所以说你要看货柜三周就每天追踪 你现在来讲你就看这条月线就好了 三档个股就看长荣 假设你有亚明你也要看长荣 长荣是这一波最强的指标 他先创新高他先过半年线 你看这个阳明来讲然后他半年线都还没过 对不对 所以说长荣不涨 阳明怎么可能涨 不可能的事情 好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说旺海短线好像比较强一点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旺海他指令这边的高点他都还没过 这个高点是在200不是这里 看 这高点267 他那波的反弹点在这里 对不对 他那波整理的反弹点是在这里 这里 那其实以长荣来讲你看2603 他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了 他不是过了吗 所以旺海还是相对弱 虽然他虽然股价高 但是就现行的观察来讲他是相对还是弱的 还是弱的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你要留意的是在哪里 你要留意的是在于说 以目前 的 整个这么多的基本面会被变成一个又是一个 利多 最后又在反映说 明年像群一头顾讲的 看中列原因就是明年下半 他们看运价会急速的下跌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事情 产生的话 股价就一定会涨 但是明年的事情谁看得准呢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只能以线论线 你要操作货币三重 真的你只能以线论线 你把 基本面的东西 放在一边 基本面我是看好了 明年至少有45块一定有 我个人的研究的结果 好 至少45块一定有 但是股价我不敢跟你讲 我真的不敢跟你讲 我之前看145到150 其实这一波我其实 从在这里的时候 我说我的看法145到149 你去抓我这次 今天11月初 11月初的节目 我又没有跟你讲这个目标价 我跟你保证绝对有 好 但是这里来讲 这里没过 其实有会人问我 老师你到底我们看多少 我说至少 看168 人家反而是这样看 但是我就我真正的看法 到这里来讲的话 一定要149过 我才会安心 149不过 我都不安心 虽然每天什么营收很好 获利很好 运价在往上涨 但是我现在看看都是听听而已 我每天就盯着盘看 帮我们会员看这个股价 那才是最重要的 有个风吹草动 真的 我现在是盯着月线在走 盯着月线在看 你可以商量 你可以自己 自己去看 所以说这里来讲 如果这个大盘在涨的过程当中 半导体跟货柜三层 如果不涨的话 我跟你讲 真的也涨得不太健康 因为其实就 产业的比重来讲 半导体是重重之重 就货柜来讲的话 今年的四兆 5000亿都是在三家公司身上 那你赚最多钱的公司 你不涨 而且都已经大幅的修正了 你说这一波从85涨到149又怎样 问题是 如果说就本益比 来讲 股价净值比来讲 他都还是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 他绝对没有什么超涨行情 对不对 哪有什么超涨行情 所以说但如果说这里还往下跌 那这个大盘怎么可能涨得上去呢 所以说这个大盘要涨 半导体 跟货柜三雄 一定能够涨 如果说这两个不涨的话 这个盘也不会很健康 我讲难听一点 也不会很健康 所以这里的 其实 就整个大盘的分析 其实就目前我是看法是相对乐观 尤其在整个 美国股市 目前昨天来讲 也拉了一个强劲的一个尾盘 强劲的尾盘 所以这里投资朋友 你不用去看得太悲观 看得太悲观 那有可能在 整个 下个礼拜放假过后 但是前提 美国不能大跌 美国大跌来讲的话 外资 他不卖台股 就已经很厉害了 这很厉害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整个外资的一个 今天看一下今天外资的一个进出的状况 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今天外资买超17亿 量已经在少了 已经在少了 买超17亿 因为快到 圣诞节的放假的人会越来越多 观赚越来越多 好 股市龙传 欢迎投资朋友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就会做提醒通知 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或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我们的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会到我们股市龙传 入会期持股的 见诊3000表 马上把姓名 电话号码 还有股票名称代号 填好 那要询问入会有三个方案 那你选择 填完资料按提交 我们服务人员马上会跟你做联络 另外来讲你可以用 我们影片下方这个QR Code 用扫描进去加入我们的Lite Lite的部分你可以在里面问你持股的问题 或者是说你想问一些入会的问题都可以 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订阅股市龙传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跟盘后解析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的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 我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